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处长 你不是去李牧首长那边了吗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你看看这个吧 陈彬要留在延安参加革命 可是他为什么要放弃学业呢 他申请书上说就是为了投门延安参加革命才放弃学业 首长什么意见 对他实行政治审查 对了 在他证审期间咱们编保处对他要实行严密的监控 我明白 亲参吗 到 周处长 你去调查一下访问团在延安期间的情况 然后报告给我 是 处长 这次你会亲自审问陈彬吗 对 亲自审问陈彬吗 对 亲自审问陈彬吗 是 是 是 温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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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是我最好的学生 也一直是我的骄傲 为了组织的利益 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组织 姐 老师 您不经常教导我们 作为一名赤城的组织战士 应该随时准备为组织限制一切 嗯 还是 要小心 切不可贸然行事 届时 我展开外围军事行动 制造混乱 吸引共党的视线 给你创造条件 还是这句话 不到万不得已 期望 不可贸然行事 陈兵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边区保卫处的周进处长 周处长您好 咱们见过面 对 在篮球场上 篮球打得不错 过奖了 您的篮球打得更好 那行 周处长 那你们先聊 我回到周一部 马上就来 好 你忙你的 好 周处长 您坐 坐 好 我今天来 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 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因为为了防范日伪特务的渗透和破坏 来陕阁宁边区的人员 我们都会进行政治伸展 希望你能理解 原来是这样 我能理解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好 咱们开门见山 好 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好 我是河南卫辉人 我在家乡读了中学 然后1936年考入安阳师范学校 然后抗战爆发就南下入川 入川后我在平治立教授的帮助下 就读重庆中央大学 一年级 正好前不久 我听说平教授要来延安访问 所以我就想做他的助理 他同意后 我就来了 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 你跟平教授的关系 他和我的父亲是世交 我好像听我父亲说 他们上一辈也是世交 放弃学业来延安 你不觉得可惜吗 怎么说呢 不可惜是假的 但是我一想到能偷生革命的洪流 我那可惜一点都没了 我觉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 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你读过马克思的书 读过但不常读 为什么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 老读马列主义会被看作是赤色分子 谈谈你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吧 在国民党统治区吧 有些人读过几本马列著作 就以为自己懂马列主义 其实那个太肤浅了 你就拿我来说吧 我来这之前 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了解不少 可是当我来了之后 怎么说呢 我觉得自己连个半调子都算不上 你很谦虚 我真的不是谦虚 我觉得只有延安把马列著作 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太好了 真的 既没有照书本上抄 又没有一味的去学习苏联 而是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这儿 官兵平等人人享有自由 要我说 未来的中国就是延安的中国 不谈这个了 刚才你说 你父亲跟平志力教授是世交 而且上一辈人就相处得很好 是吧 对 那他们一定是同乡了 对 是同乡 而且他们中学还是在一块上的 陈彪 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儿 周处长 我来延安是参加革命的 我想请求组织尽快给我一个工作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上抗日军政大学 你想上抗大 对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上抗日军政大学 才能走上抗战的最前沿 才能走上抗战的最前沿 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报告 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我明白 得等到政治诊查通过之后 你不要着急 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谢谢您 周处长您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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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 你从陈斌那儿回来了 嗯 这是她的一些基本资料 你去核实一下 好 重点核实 她有没有到河南安一阳的 师范专科读过书 表现怎么样 再一个 要核实一下她 她父亲 跟平之丽教授是什么关系 据她说 他们是市教 行 我现在就去 处长 你 你该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 暂时还没有 只不过 我总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 什么地方 她说她是河南 但说话总是带着一点江浙口味 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就你 绝对不会单凭这一点 就普风桌饮料 我觉得她 跟其他来延安的进步青年不大一样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似乎太优秀了 太优秀 这话怎么讲 她之前就通读过马斯诸多 而且能把马列主义 跟中国革命的实践 分析得非常同事 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你想啊 这似乎不是一般进步青年能做到的 现在是非常时期啊 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线索 你在老首长那儿不是也说过吗 潜藏在地下的特务 最不好对付 我同意 只要任何有疑点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生长 谁说我唱歌跑调 我也不跑调啊 你们头儿 到 心情不复啊 没有没有 先放下去办件事 哎 哎 你干干啥事呢 你去中央招待所去把那个陈冰国请的 上回咱打球了那个 你叫他过来干啥打打打球啊 对啊 咱们下午跟特务队不是有场球赛吗 你跟他说我请他过来参加 哎 手上的 那小子打得挺好 哎 哎 你不是就让他过来打球来 肯定有点别的傻事啊 嗯 臭小子 什么时候这脑瓜子也开窍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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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老天开眼了 你头个鬼表扬我 真的 我表扬了吗 没有吗 这 哎 啊 少说话啊 是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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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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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来 还是 在军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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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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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七大套七大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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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咋没小牙人 二十四比十七啊 赢的还不够多啊 谢谢厅厅 坐坐坐 来不过来吧 坐吧 看来你的个人技术确实不错 不过有一点 我发现你集体配合的意识不太大 你这眼睛真够毒的 确实是 我有点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这毛病就是改不了 不过改不了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人英雄主义啊 不能全要 也不能不要 我擦了 给陈兵吧 不不不我不用 还客气这都队友了 来来来 谢谢厅厅 不过处长 你这球其实打得也挺刁的 从来不轻易把球传给别人 是吗 我们处长他就那样 他这毛病啊 别人不敢说 一说他脾气贼大 贼大 别听他胡说八道 怎么样 你不是河南人吗 我怎么听你好像有点江浙鬼啊 你在江浙呆过 是这样 我小时候啊 在我上海的一个舅舅家住过几年 当时在徐家会念小学 就那几年 天天跟那帮同学混在一起 所以说就会说几句上海话跟江浙话 后来脱离那个环境之后 可能这口音就有点改不过来 哎 我自己从来不觉得 但老有人像你这么问我 是吗 我说的呢 总听着你有一点江浙口音 可能是因为太小 这口音不好改了 也是 老话不是讲相音难改吗 哎 太小了 来来来 你们几个过来 下半场必须乘胜追击啊 七分不行 必须十几分 好好好 十几分 好 哎这是处长 赶我上了吧 一二三四五 你等会吧 替补 哈哈哈 谢谢吧 你 拿点一颗 来 来 这你才技术还上呢 反正比你强 哎 你说你说处长 这又怀疑人家 能对人挺热情 唱的这啥戏 算了 跟你说你这 好 好 哎 哎 好 啊 好 好 啊 当时我就从你的神情里看出来 真的 你说一个河南人 怎么会说话在江浙口里 但是他说他在上海待过 多聪明 一下就过去了 处长 这也就是你立马就能观察出来 要我呀 我跟你讲一蒙一个准 指不定哪天就拍马腿上了 我拍什么了 我说的是实话人处长 就是比咱们俩聪明了 我也没说处长不聪明啊 我说的是你笨啊 你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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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快点走吧 处长啊 我想还有事 不 处长 你管管啊 你看余大水总欺负我 你们俩一路货色 不走你在那站着啊 亲咱们你管管吧 你看余大水总欺负我 你不走吧 不走我走了啊 傻子吧 回去吃肉喽 我 我没说我不走啊 陈彬的情况核实怎么样了 出来了 快说说情况 河南地下党组织回殿 在河南安阳石砖 的确有一名学生叫陈彬 而且在校期间 他还是一名进步青年 平之丽教授那边呢 平之丽教授现在在西安 我通过西安办事处的人 打电话问过他了 他和陈彬的父亲 的确关系很好 而且他们上一辈关系就非常的好 你那边呢 情况怎么样 打完了篮球啊 我委婉地问了一下陈彬 他说小时候他在上海上过学 所以呢 有一点江浙口音 这么看来陈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也这么想 我在想 晚上我可以去通知他 结束对他的证事 我同意 他很着急 在球场上还问问呢 那是肯定的 来延安的每一位青年 谁不急着参加革命呢 是啊 可是这个官 我们又不能不把 要不然延安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啊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 什么地方 我们应该再调查一下 陈彬在中央大学的情况 对 这个环节 的确不能忽略 处长 我一会就致电重庆地下党组织 查一下陈彬在中央大学的情况 那 你晚上还去通知他吗 去啊 我们可以 先给他安排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等重庆地下党方面 有了信息反馈 再做定夺 你觉得这么处理怎么样 这样好 这样两不耽误 那我现在就去给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电了 好 这是个重庆地下党的一封集电 立刻发出去 好的 什么 临时性工作 占不定编制 难道你们还要接着审查我吗 对 我放弃学业 来延安是参加革命的 我不是来接受你们迷迷料的审查的 陈彬同志 不要冲动 周主任 您刚才叫我陈彬同志 对啊 陈彬同志 像这样的审查不止你一个人 这既是对组织上的负责任 也是对你本人负责任 希望你能正确对待 周主任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能调我一声陈彬同志 我已经很高兴了 陈彬 这有点不太像你在球场上的作风啊 好了 今天晚上你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呢 教育部会派人来接你 周首长 到了那之后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好 有时间咱们还可以一起打打球 运球是你强项 下回我一定重点防范 投篮是你强项 我绝不会让你轻易出手 好 再见 陈建众长 许副部长 已经向我们介绍过您了 我代表普教科全体同志 欢迎你啊 谢谢您 以后还得请您多指教 都是革命同志 往后啊 可别这么客气 许副部长 交代过 你在我们那工作呢 如果有什么不适应的 你就给我提出来 或者直接给他提也行 没有 都很适应 您就赶快安排我工作吧 你看看你看看 真是个急性子 一看啊 就是个好同志 不过呢 目前你是助理员 也就是咱们科里的大事小事 你都要帮助处理处理 好 陈明同志 咱们这里条件比较艰苦 走 我带你看看 往后啊 你就坐这过去办公 这都是咱们一个科的 他叫吴松江 来延安工作呢 也没多长时间 是从东北过来的 流亡大学生 你们俩都是学生 正好啊 你们以后啊 就住一个窑洞吧 好 松江啊 你跟陈明聊聊 好 陈明啊 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找我 你们聊吧 好 你好 吴松江同志 你好 你是东北大学生 对 早就听说你们东北大学生 为抗战 占了很多工作 个个都是好样的 欢迎你陈明同志 听说 你为了来延安革命 连学业都终止了 以后 我们要多多向你学习 我们一起努力 好 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要尽快地 稳妥 把这事处理好 退下 站着 请 请 请 站着 你怎么到延昌来了 这可是共产党的腹地啊 共产党的腹地 不就不能来吗 我还想去看看延安的 邹县长 我这次来 只有重要指示向你传达的 站长 请指示 南京方面指示我们 将在延安 实施一次连环大行动 连环大行动 连环大行动的具体任务是 一 派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 潜入延安 刺杀中共领导人 二 刺杀中共领导人成功之后 发动弥子随德两线保安团暴动 进攻八路军驻地 最后将暴动部队带 派具有丰富对敌务 这次行动弱能成功 将给共产党一个沉重的打击 就是要给他们一次沉重的打击 让他们防不胜防 可是站长 这次行动 那位潜入延安的同志是个关键 他有把握 这个你放心 这位同志已经潜入进去 他不仅仅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的经验 还是一个全能的顶级杀手 那一定会成功 周处长 这是重庆地方的来电 他们已经找受调查 陈兵在中央大学的情况 您马上再发一封电报给重庆方的 让他们务必查清楚 陈兵在学校期间的情况 放心吧 周处长 周处长 你在想什么呢 我需要向你汇报吗 因为工作 大家交流一下思想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我是在想啊 敌人现在就掩藏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咱们在明处 咱们在暗处 常言不是说 明枪一朵案件难防吗 咱们必须得想办法 变被动为主动 周处长 我们俩竟然想到一块去了 我正想为这事好好跟你谈一下呢 我也认为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严防死守的状态 一定要变成主动出境 说说看 我觉得你应该坐着延安主持大局 我呢就到延安周边地区摸情况找线索 那不行 延安周边情况很复杂 要去也是我去还轮不到你 你是处长 你当然应该坐着延安了 我是副处长 下去珍藏 我的职责所在 这件事 我不能听你的 我的工作 什么时候归你安排 我知道 是我的工作归你安排 不过这事啊 我认为是我的职责 听我的 你的职责 你的职责就是不听我指挥是吧 我先去发电报 一会再跟你谈吧 你要闭了我啊 你瞧 要这样的 啊 哈哈哈 你 厨长 问你个事儿去吧 什么事儿啊 啊 你说你贼头贼脑了 你对那个 厌副处长 没点啥感觉 有啥感觉 你小子又要胡扯什么 没胡扯啊 我是真的呢 我觉得那个厌副处长 对你的感觉 都有别不一样 你看啊 你是郑处长 那他是副处长 哪有副处长敢这么跟这个处长说话的 我的工作都是你准备啊 我说你个臭小子 你这脑瓜里边都装什么乱七八糟 我跟你说真的呢 我觉得你俩这吵啊打啊 我看上特有意思 打着掐着就慢慢变老闷 你说你说对啊 没啥感觉吗 我觉得你俩真挺合适 咋看管合适 李满图 傅处长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 那个 我说呀 处长 你可不可 你可我去给你洗一个西红柿 西红柿 处长我给你洗西红柿去了 周处长 走吧 去哪儿啊 刚才你不是说我们还没有谈完吗 现在我们去河边谈谈吧 没那工夫 就在这儿谈吧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啊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跟工作有关系吗 当然是和工作有关系了 赶紧走吧 快点 是那个人吗 是啊 怎么是女啊 业副处长 等久了吧 老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县委副女部的 真玉秀同志 这位是周军处长 周处长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是我把玉秀约到这儿来的 她是迷子 但是她对延安非常地了解 在延安工作好几年了 她不仅对延安很了解 而且对延安周边地区的情况 也十分地清楚 你是要组织力量 排查周边情况对吧 是的 说说具体下吧 我认为 女同志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所以 我想跟玉秀走向窗户 去延安周边地区好好地侦查一下 好了解敌人的外围活动 你觉得吗 这个想法不错 我看可以试试 做你们行动要注意安全 郑秀同志 感谢你们县委副女部的大力支持 周处长 看你客气 初见 也请我们先为妇女部的责任 那就是担心 不知道这样做 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怎么会没有帮助呢 帮助一定是有的 我代表编宝处 谢谢你 周处长 你保客气了 验副部长 那你们聊一聊具体情况 我先走了 好 周处长 你要走啊 你还有事啊 我思 那再见 再见 郁秀 验副处长 他是不是有点瞧不清啊 门女同志啊 哦 不是的 对了 郁秀 你赶紧跟我说说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展开活动 验副处长 改乍班就乍班 那都挺腻的啊 情况怎么样 处长 按照你的指示 我从监控陈明以来 无论他是住在杨家岭招待所 还是到边区教育部工作 都没有发现任何可遇迹象 处长 重庆地下港回店 怎么说 说陈明同志 在大学就读期间 是一名进步青年 不仅思想活跃 还一度被国民党 列为黑名单 从今天起 撤销对陈明的监控 正 我们也可以 结束最后的审查了 你通知教育部 可以将陈明同志 转为正式个人 好 我这就去 你们下去摸牌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下印了 好 可以讲开工作了 不过 要注意自身安全 尤其要保护好 地方同志的安全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 正与秀同志的安全 让李然配合你们行吗 处长 为什么呀 侦查需要 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什么侦查需要 我看啊 你就是从骨子里面 就看不起我们女同志 你看 处长 我看你就是瞧不起人女同志 你闭嘴 明白吗 是 去吧 什么 您说我的审查结束了 对 你已经通过了 组织的审查 陈明同志 穿上这身军装 你今天 就正式加入革命队伍了 恭喜你 陈明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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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聊吧 谢谢你 你还记得康大毕业歌的歌词吗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 中华民族的儿女 康慨悲歌上战场 不收复失地 世不还乡 我今天终于可以和你们一样了 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是 陈明哥 祝贺你 我来跟你说一点啊 1847年1月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同盟 这个秘密的公民族主 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会 当时委托马克思和恩克斯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党纲 这个党纲 就是共产党宣言 最初是用德文翻译 先后在美国 法国跟英国 印制了12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英语版本 是由一个叫麦克法文的女士 在1851年翻译 当时发表在 红色共和党文杂志上 这是一个英国的杂志 特别好的一本杂志 我们当时在校园的时候 还偷偷地传阅过 这个杂志主编 自己写的一本自传 专门讲共产党文 法文版本是1840年 在巴黎印制 俄文就靠后了 60年代在真理瓦印制 陈明哥 那共产党宣言是何时传入我国的呢 你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在家里面AM 塑通的观众 错误 之许 消筏中文版本是20分配 、「中界迷手地点刷过温度会 润言